购物分享了 其实我一直有很纠结说 购物分享要不要录那么多 因为确实自己最近买的东西有点太多了 我就怕说会给大家造成一些不好的误会或者影响 就可能花钱太多啊 或者消费太多啊 觉得有趣在局里面问一些小伙伴说 会不会不想再看开箱了 但是发现大家反馈其实是很喜欢开开箱的 所以那今天我还是 接着来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买的一些东西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吧 看一下我这一次在阿诺诺买的东西吧 我买了一小只贝德马的卸妆水 因为我这段时间开始突然间的疯狂暴动 我没有明白是什么原因 那我就想说从各个方面下手 自己有没有卸妆卸干净啊各方面的 因为我前段时间一直在用卸妆膏嘛 我就会觉得说以我的手法 我可能不会很好的去控制第二次那个乳化过程 还是想用一下卸妆水 因为之前欧拉雅爸爸送的那一批 叫什么黑膜水放在阿王家用 如果拿来拿去很麻烦 因为美国买不到那个黑膜水嘛 所以我就买了一支贝德马的这个卸妆水 放在家里面做一个清洁用 接着是我买的理肤全的几样东西 因为我前两天太干了嘛 所以我就开始用理肤全的B5 我就顺便去搜了一下像这种药妆类的品牌 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过敏期间用的 因为我现在脸上就是暴痘 然后红肿过敏的一个状态 我就把现在手上所有的护肤品都平了 只用最基础的保湿类的东西 果然这一篇玩那个线真的太吵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这一次在这个理肤全都买了些什么东西 B5的安心霜 也是一个卸妆类的产品 这种温和的保湿型的 适合干燥机的 我就想来试试看嘛 它有点大 但是我买的好像是比较小的一支了 这个也是买的一个洗面奶 我最近因为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啊 护肤品啊 才装一类的东西 我其实本身不是一个敏感肌 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很干肌 那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一些敏感 红重起皮的一些问题 我还是说想要购入一些 添加成分比较安全的 可以在敏感的时候用的一些东西 这次就还买了一个这个喷雾 保湿用的 因为我现在鼻子这里脱皮脱的特别严重 化妆都不用 化到一半就已经整个起皮了 就买了一个这个喷雾 送了几个小样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是在官网打七折的一个活动 这一箱东西是要的 买它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老花 很可爱的一个垫包 因为我最近想算买一个链条 可以挂在那个垫包上面 做一种小垫包 所以我就多入了一个垫包 这样子那个链条就可以有多种用途 是这样子的 我想的是这边挂那种 淘宝上买那种垫条 可以斜块在这里 夏天的时候很适合用 现在车门其实一部手机 两张卡就可以搞定一切嘛 比带一整个包包还要方便 这个价格的话 其实没有特别贵 大家如果说 想要入卡包的话 它还是挺实用 接着是一件 Gucci的铜装 它的价格比成人的 就便宜了很多 这一件衣服成人的要 六七百刀 这一件的话 铜马只要两百出头 这是一件 Polo衫 比较经典 不会说你买完就后悔的那种 我这个买的是铜马 12 偏瘦的女孩子 一米六五左右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铜装 这个是一件 Well done的衬衫 今年的Well done的衣服 有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是它开始出马术了 这一件是S的 一个黑色的衬衫 袖子这边呢 有一个这样的设计 有一个扣在这儿 这个衣服的话 总体它其实是比较长的 如果站起来的话 它可能遮过屁股的样子 我觉得它是可以适合 接近夏天的时候光腿去穿 然后做一个外套也好 还是比较酷的一件衣服 所以当时想没有想就直接买下来了 这是一个Stone Island的盒子 没错 这一趟去纽约呢 我们又顺便去了一趟Stone Island 就是因为阿忙想要买一件衣服 我是买了一件Stone Island的短裤 这个短裤呢 我也是今天已经穿在身上了 想给大家看一下吧 算是比较经典的一款短裤 也是很大很大 它就在侧边有一个这样的logo的标 女孩子夏天穿还是蛮酷的一个五分裤吧 就我一直不是很懂 为什么阿忙一直想要买一件那种 羽衣材质的衣服 那天去店里试了 最后买下的这一件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它的 这件衣服的话 好像价格要700多刀吧 其实并不便宜 必须是Stone Island嘛 大家懂的 我个人觉得阿忙这件衣服穿上去还是蛮好看的 如果它下次穿的时候呢 我再带着它给大家拍一个穿打吧 下一样东西就是Sephora 首先是欠臂的几样东西 有卸妆膏 保湿的一个褶梨 洗面奶 还有一个眼霜 每一支的大小呢 其实还是很OK的 就特别适合旅行的时候出去带 也是因为我最近不是在过敏嘛 然后特别是干燥干得太严重了 最爱用的那个Chanel的那个 山茶花的保湿精华用完了 所以我就当时在Sephora买了一支这个 但是我还没有试过这个牌子 金明明是说这个牌子的东西很好用 我就买了一支最小的试一下 买了一支Make Up Forever 这一个粉底液 看它新出了这个R208的这个色号 觉得特别合适 我就顺便请买了 当时在店里试了一下 手上涂了一下 感觉它的延展性啊 还有它的保湿效果 应该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好 还买了一个科研式的 大概就是晚上可以recovery的 这一个concentrate 这个我还没有用过 反正就是这一系列东西 之后试用下来的感受 我都会告诉大家的 我算买了一支 眉笔Benefits的 因为我很久没用这个牌子的眉笔了 我现在用的眉笔 一直都是卡其色彩的那支 上次兢兢吐槽 我说不好用 我就想说那好吧 那我是不是应该也 换一些别的眉笔来用一用呢 Benefits的眉笔 我觉得就是一直有口碑在那里 忙碌就好了 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这是一件TB普通的位仪 它这个衣服 大家可能就是说 TB这个牌子 留学生必备啊 什么留学生最爱买啊 我对这个牌子有一定的喜欢程度 跟是不是留学生没有关系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吐槽 这件衣服稠啊 但是我觉得它挺特别的 因为它是这一次 伦敦快闪店才有的 别的店里是买不到的 是这样子的 背后有一个客资的服务 我这次买的这个是二码的 这件衣服没有什么好特别奖的物 我就是觉得说是快闪店特别有的衣服 大家买一件呗 就价格其实一样的 因为是免费客的字嘛 那不买白不买了 所以就把它买下来了 下一样东西 它是我买了一个 Allen Bush的一个饰品 是一个腰带 我上一次发那个 卫衣合集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那件well done的衣服 到底要怎么穿 我也想到了 我有很多那样子很长的衣服 我发现都穿不了 可能太大了不合适 然后我看到弹幕里啊 然后评论里啊 大家一直在说 可以一直配一个腰带 刚好看到这一个 颜色很亮 它是粉色的 我觉得它跟很多颜色都能搭 所以呢 我就直接买了这个 Allen Bush的这个 粉色的腰带 到时候穿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子 接着这个快递就是 在Sex Avenue上面 买的一些衣服品 那我首先买了一个 是金金买的一样东西 是一个亚绅兰带的 什么什么什么 我具体不甚了解 到时候让他跟我讲一下 然后这个欠币的 这一个Jerl 应该也是送的 这个也是金金买的一样 亚绅兰带的什么东西 亚绅兰带的一个洗面奶吧 应该是 对 那这次我其实 只买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 奥伦纳素吧 这个牌子 我之前不知道它怎么念 之前是入了它的豆腐霜 然后发现 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就是第二天起来 感觉脸嫩嫩的 但是我没有每天用 因为我这个豆腐霜放在阿茂那 我只有周末的时候会去他家 对他们家的东西产生一种莫名的好感吧 加上它的包装真的太好看了 那这一次我就是入了一个套装 睡眠面膜 然后加一个碗霜 然后再加一个水这样子 然后要讲的是这样东西 那这一次是买了一个推理 大概就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那种斑马的图案吧 当时去看了很多颜色都太一样了 就很不适合搭这个黑银的菜篮子 而且蓝色我觉得夏天冬天都很搭 让这个包变得没有那么死板吧 那今天的购物分享到这里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下次再